2018年3月,获选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机动与习握手图片来源 Tian Olivo Getty Images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镜像网站 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看中国20 20年10月7日讯 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 中共红二代房产大响任志强应发反习文章 9月22日被以经济罪名重判18年 由于任志强与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向来交好 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习王分裂 不过,王岐山是否为帮任志强 真实内情仍引人揣测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日前对外媒接习近平和王岐山的真实关系 并指出王岐山与任志强及时路不同 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镜像网站 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蔡霞近期首次出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FA视频采访 前部分采访于9月20日已发表 10月5日发表的蔡霞专访后半部分 涉及习近平、王岐山和任志强的关系 当记者问到很久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最近也露面了 我们知道王曾经是习反腐清除政敌时的得力助手 但是现在他和习的关系外界有各种猜测 蔡霞表示 王跟习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非常微妙 我的感觉这种微妙就在于 王的威望、资历和能力 远高于习 这个是大家心里都肯定的 那党里面实际上对王氏的什么态度 恨他怕他扶他 非常忌讳他 专制集权的一个逻辑在哪里 就是我要把所有有可能威胁到我的统治的位的人 全部都要告光 这种集权专制的逻辑 决定了习不会再去和王携手合作 但是习又不让他走 为什么? 如果他走的话 有一些复杂的事情 习自己还拿不住 所以我又要用你 又要防止你烦我 这就是习的心态 蔡霞认为 这次任志强出事 王西山没有出来说话 不是他不畏 而他不能 王西山有顾忌 这个时候他是不能把自己跟任志强捆了很紧 捆的痕迹就变成了任志强是在前面 他就变成了任志强的后台了 但他认为实际上任志强和王西山并非前后台关系 因为实际上就是任志强的目标和目的 是希望整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 这一点他可能跟王岐山的根本的政治目标 根本的政治选择 不是一回事情 至于有观点说任志强等一些红二代 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改变这个制度 蔡霞表示 实际上是要改变制度 这一点其实任的思想是变化的 当初在8964的时候 他不一定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些年来 他向着民主政治的方向来学习和思考问题 自己不断地去认同显正民主自由民主 他确实要推进这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蔡霞说 他觉得我周边的这一群的人 这一群的人都是希望改变这个制度 希望真正地实现现正民主自由民主 所以即使我们有时候在一块说话时候 他们的语言比我要激烈的多决决的多 已被重判18年的任志强 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交好多年 每每曾报道说 任志强和王岐山从初中以来就一直是朋友 任志强在2013年的自传中写道 王岐山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给他并聊上几个小时 2016年2月19日 任志强批央视性党而被中共当局大批特批后被留党查看一年 外界传闻 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面说情才让此案被轻轻放下 这次任出事也曾一度有传闻王岐山会出手 救助任志强 香港媒体人杨锦林10月1日在推特上发表一张私人对话截图 内容指任志强 绰号任大炮 曾告知朋友 他与王岐山曾经有过一次见面 但因为观点不同 两人吵翻 王拍了桌子拂袖而去 任志强还称 两人从此再没有过王来了 上述推特中这位朋友还表示对王的变化不能理解 任志强则说 权力会改变人吧 但这一截图也没有透露是谁写的记录 目前无法证实 成征荣誉会员 溪流能够汇成大海 小善可以成就大爱 我们向全球华人成一征几万名荣誉会员 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 68美元每年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 就可以助力 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 向至少一万位中国大陆同胞奉赏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 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 就他们于大瘟疫与其他 感谢观看